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婷 在我一个朋友家附近 有一棵网红树 这棵网红树已经好多年了 凡说是一位老奶奶种下的 那这个网红树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那等会 我把镜头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棵树先 这棵网红树非常的难找 它就在我这个朋友家附近 还好是它带我们过来的 这个树林呢,最少都有几十年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树上面呢,减满了这个果子啊 我放大来给你们看一下 看,由于刚刚下了大雨啊 所以地上呢,有很多这个果子掉落下来了 哇,这个路真的好大了 这个人根本就环抱不住啊 可能要两个人牵好手来才能抱住它 朋友们,为什么说这一棵树是网红树 而且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呢 就是为了看这一棵树 摘一点它的果子 因为它的果子呀,有非常大的作用啊 它的果子是天然的洗面奶,洗发水 洗衣粉,肥皂等等 听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很心动呢 那等一下我就有剪一点地上的果子 给你们做一个试验啊 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剪了一些这个它的果子 可以看到这个果实啊 它的表面上是有一些这个白白的点点啊 看,每一棵都是这样 是不是 而且它的个头还算大 比我的大拇指都要更大一点 拿在手上还会有粘手的感觉啊 看 现在我就把它拿去做一个试验给你们看啊 我现在把它剥开来 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哇塞 看它里面是绿的 看,每一棵都是这样 绿绿的 像绿宝石一样的 闻一下是 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我为什么说它是天然的洗面奶,洗发水呢 因为它一碰到水 然后揉搓一下 它就有丰富的那个泡沫啊 这边刚好有一条这个小水歌啊 我现在就揉一点水在我手上试一下 哇塞 看 这个泡沫就已经出来了 看 我现在一手都是泡沫啊 哇塞 看到吗 我就开了这两个 它的泡沫就已经这么丰富了 等会我要剪一点回去 洗脸洗头用 因为刚好我头发有点那个脱发 听说用这个洗脸对皮肤也更好 哇塞 看 哇塞 好神奇啊 好了 现在我的手已经洗干净了啊 看 看一下我的手都更白了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好了 朋友们 刚刚我已经做了这个实验啊 这个果子它的名字应该是叫做无患者啊 在古代的时候呢 就有人用这个洗头啊 洗脸啊 洗衣服 而且听说用它洗脸的话 对皮肤也是有帮助的啊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 那今天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没有 静